山西麻辣斑到底有多好吃 今天净宝就来带领大家走进泰原的街头小巷 一起去品尝宝寨美食吧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泰原48中附近的爱情麻辣斑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吧 据说这家店啊已经开了15年了 看着桥面上满满的都是青春回忆录 看到这些文字呢就想到了我的学生时代 仿佛就在昨天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动吧 先大吃一口 天哪真的是香迷糊了 麻辣味真的很浓郁 满满的都是料 酸甜微辣口味一定是YYDS 肉绒面才是麻辣斑的灵魂 俗话说啊麻辣斑香不怕香的声 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天北新天地旁边的香情麻辣斑 让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吧 Let's go 这家是一个连锁店 哇看着这一碗真的很香 在我拌的时候这个香味就已经散开来了 这家感觉是跟上一家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它更多的是香香而不辣 先吃一个麻花吧 真的非常的脆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开化寺地铁站附近的那家麻辣斑 对宝子们没听错就是那家 那家麻辣斑呢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家的麻辣斑料 它有十种口味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蕾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吧开炫吧 刚才啊老板透露 他们家的料包呀也曾经销往国外 我觉得麻辣斑的这个味道啊也是在外有此心心念念想念的家乡味 味道真的是非常不错 强推 相信很多的看人人一定都知道这家麻不怕麻辣斑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静山中学附近的总店 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吧 这家麻不怕麻辣斑啊 它是扫麻点餐 宝子们进店就可以自行扫麻点餐咯 可以看到呢它有绝味酸甜还有美味香甜 那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在于一个醋的味道的调和 而且呢它可以选择全菜跟拌菜 对于像咱们这种胃口小的女生也是非常的友好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我们调里吃麻辣斑 山西欢迎你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水溪关街南二巷的总店 阿渡麻辣斑 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去尝尝吧 哇他们家这个辣椒真的看起来非常的香 色格诱人 家人们谁懂啊 好吃到破坊了 谁还没有吃过山西麻辣斑 我真的会伤心的建议山西麻辣斑全国普及 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 欢迎宝子们来到山西品尝地道的山西麻辣斑 我在山西等你哦 让我看看是谁还没有吃过山西麻辣斑 那哪里那是谁还没有吃? 我想要 Para那或馈